在爱多美 各位是通过一个完善的系统体系 来获取服务报酬 而各位所获得的报酬 都有明确的来源 在座的诸位事业者们也知道 我们爱多美的产品 比一般流通公司大型超市 电视购物频道或网络商城 相比更加物超所值 以我们的产品质量 很难有哪家公司 能比我们卖得更清明 要是有比我们卖得更具性价比 那我们要不就降低价格 要不就直接停止售卖 这就是爱多美的经营理念 所以如果有人问我 有没有比爱多美品质更好 价格更超值的产品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很难找出 因此购买爱多美的产品 对消费者来说 就已是一种利益 而对于致力于推广爱多美的各位 我们会有偿提供服务费 有比于其他同行业公司的做法 爱多美通过节省广告 与经营实体门店的开支 来为我们的经营者提供服务费 所以各位所获得的 都是有明确来源的 爱多美自身是有盈利的 我们的净利润大概有10% 可以说是赚的不少 有人会问 这些利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靠高价贩卖 不需消费者 而赚回来的呢 是通过压榨合作生产商 从生产过程中充取而来呢 还是因为我们少给经营者发发服务费 或者少给支援薪水 而从中获利呢 通通不是 我们爱多美是以堂堂正正的方法 来获益的 因此我们所赚的钱也是光明正大的 爱多美绝不会通过 损害他人的利益 来获取财富 各位经销商们 也需抱着同样的心态 我知道 有一些人经常到处跟别人说 做爱多美 很难 然而 现在爱多美 正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 飞快成长 我经常在线上频道网站观看各种 与爱多美有关的影片 也向我们那些优秀的领导人多多学习 然后 我也看了一些 对爱多美进行详细比较分析的影片 说实话 做得还挺不错的 他们整合各种材料 深入地分析了 经营时会遇到怎样的难关 问题 有哪些长处 短处等等 然而 神奇的是 一般这种人在经营爱多美时 总是会半途而废 有一句话可以用来形容他们 那就是 睿智的无知 睿智的无知 意思是 一个人拥有丰富的知识 也能轻易找出事物的问题所在 然而 尽管他们洞悉到问题所在 最终却还是会落入圈套 我关注这个频道已有一段时日 听了好几个月的分析讲座 听着听着 我便想 他能坚持到最后吗 能找出那么多问题点 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最后 最后竟摘在自己的 好几个月 果不其然 过了几个月 便听见了他 跳槽到另一家公司的消息 实际上 无论是在什么领域 成功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虽然总是会有那么几个例外 就好像爱多美的那几位 元老级的会员 那时他们别无选择 毫无出路 面前就只有一条路可走 其实就是跟随我的脚步 眼前只有一条路 因此他们并无于狭想东想西 只能拼尽全力埋头苦干 而这样的人 大部分都会获得成功 相反 那些善于分析挑毛病的人 则是难以获得成功 各位 当你们陷入黑暗的洞穴时 四周伸手不见五指 走这边也不通 走那边也不行 但如果遥远的前方 那洞穴的入口处 传来了一丝微弱的光芒 那么只要一直向这道光芒前进 就能从黑暗的洞穴脱身而出 然而那些博学多才的人 会怎么做呢 他们会说 那道光线的比例 相比整体黑暗的比例 过于微弱的缘故 能脱离洞穴的可能性 应该不足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总而言之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结果这些人 只能被困在幽暗的洞穴里 机动交窃 最终死去 各位 前路宽广并不代表 就能轻易成功 成功之路 永远是狭窄的 能在这条险峻的路上 走到终点的人 最终才会获得成功 成功怎么会一帆风顺呢 怎么会没有问题呢 曾经是老师 医生的人 拿着化妆品 换力影 出去跟人推销 你说容易吗 不容易的 家庭主妇出来做这一行 容易吗 不容易的 就算不难 也不代表他们熟悉这份工作 要熟悉业务 就必须下极大的苦功 再者 人们对行业的偏见 依然存在 自从爱多美出现以来 对此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人们的想法改变了许多 你们看 爱多美获得CCM认证了吗 也被评选为 优秀工作环境的百大企业之一 我也被选为 韩国最属尊敬的CEO了吗 那可是个国家认证机构呢 这个世界改变了 但人们的观念 还没有完全改变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要抱着正直的信念 洗刷过去的不堪历史 才能成为真正 受人尊敬 发光发亮的企业 因此 我认为对于一般人来说 刚开始爱多美食 最大的困难 便是要克服这些偏见 这事并不简单 但却是必须要做的 因为我们别无他法 不走这条路 我们的未来生活 便无法得到保障 不久前 我跟几位高中同学 见了一面 他们都是些很优秀的人 从SKY韩国三大学校 毕业后成为了会计师 税务师 可谓前途无量 还有一位后来成为了三星电子的常务理事 如此优秀的朋友们却告诉我 自己对于晚年生活 甚感担忧 在我们的认知里 事业到了那种程度的话 就应该不用为生活反忧才是 然而这些朋友却都在烦恼 该如何安排退休后的生活 那么那些不在名牌大学毕业 没有在三星上班 也不是国会议员的 一般平民百姓 又该如何为退休生活做准备呢 这就是普遍的现实 相信在座的各位 也会为此而感到迷茫 到现在 我还是会习惯性地 向别人推荐爱多美事业 不要过于目的性地开拓消费会员 也不是为了要提高爱多美的销售业绩 而是因为我所认识的人 太让我为之焦急 让我不得不为他们提出点建议 我认识一个人月入五百万韩币 算是一份很不错的收入 对吧 我问他 你一年存大约一千万的积蓄 难不难 他告诉我很难 一年能存到一千万的话 十年就是一亿 三十年就能存到三亿 但是这个数目却不足以买到 一套小小的公寓 而且二三十年后 我们将不再有任何的收入 那剩下的四十年 我们该如何生存呢 那位朋友也为此而感到非常惆怅 然而 现在有一份相当有保障的工作 放在我们的眼前 那位朋友每月赚五百万韩币 一年年薪就是六千万韩币 对不对 目前来说是挺不错的 但考虑到未来就不是同一回事了 因此 我才会一直重复强调 我们要成为有钱人的想法 无法成为有钱人的最大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人们总认为 赚很多的钱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但事实上 并非如此 我这样子解释了以后 便会建议他们多看网上的影片 多多学习 总而言之 我们身边都有许多令人惋惜的案例 因此 我希望各位都需抱着 一份使命感 去宣扬爱多美 那么 其他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在现今的行业领域中 爱多美不再是紧跟在其他企业身后 苦苦追赶的企业 而是成为了在前方冲锋破阵 书写行业历史 成为受万人敬仰的榜样 这便是爱多美的未来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